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国风云 我是主讲人大国小将 今天是10月23日 今天讲一点昨天北京二十大的消息 昨天10月22日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 也就是俗称的中共二十大闭幕 大会选出了205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 在这205人之中 并没有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没有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名字 也没有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力战书的名字 也没有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名字 也没有现任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的名字 也就是说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韩正 四个人连中央委员会的大名单都没有进入 更别说20多人的中央政治局小名单 以及人数更少的七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了 直白地说 明年春天北京两会时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韩正 四人将肯定退休 退居二线 现任七位政治局常委中 留任的是习近平 王沪宁 赵乐际 既然李克强不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之列 明年铁定要退休 这就让海外民运长期宣讲的政治谣言 席下礼上不攻自破了 不过民运有的是说法 他们会自找理由 自圆其说的 他们的信徒也会毫不质疑地全信的 今天不准备讲名单中谁上谁下 今天讲一点政治八卦 关于前任共产党总书记 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事情 昨天上午人民大会堂的一幕 想必各位观众也都看到了 在会议寄情中 79岁的胡锦涛被工作人员搀扶着离开了会场 这一幕迅速被海外民运领袖 以及反共反华媒体解读为 胡锦涛被强行带离会场 他们又演绎解释成 胡锦涛被绑架出去了 如果各位观众愿意听取中共政治八卦 太心内斗 那就请直接关了我的视频 去找民运的频道就是了 我这里只将我看到客观事实 以及新华社会后对胡锦涛身体情况的最新报道 在昨天的二十大闭幕式上 参加人员除了现任七位常委之外 还有不少以前的常委们 胡锦涛 温家宝 张德江 宋平 曾庆红等人 都在主席台就坐 大家看搀扶胡锦涛离场的这位工作人员 恰恰就是开幕式上搀扶胡锦涛入场的那个人 显然他是负责胡锦涛身体健康的专职人员 如果真像民运反共者解读的那样 胡锦涛要反对这个那个的 不让他来开会不就行了吗 何必把他搀扶来到会场呢 胡锦涛使用的会议材料 在胡锦涛之前 坐在他左手边的栗战书已经交给了工作人员 所以胡锦涛前想拿自己右手边的材料 但那些材料是习近平使用的 所以习近平按住了自己的材料 并提醒胡锦涛 你的材料已经由工作人员拿在手上了 胡锦涛起身后 向外走时跟习近平李克强都打了招呼 还拍了拍李克强 是以自己先出去了 在昨天晚上10点半左右 新华社的推特账号 连发两条消息报道胡锦涛的情况 第一条内容是 新华网记者刘嘉文获悉 胡锦涛尽管最近一直在抽空养病 但仍坚持出席党的20大闭幕 第二条内容是 当胡锦涛在会议期间身体不适时 为了他的健康 他的工作人员陪他到会场旁边的房间休息 现在他好多了 如果海外媒体觉得有必要 他们在北京住有记者 可以让他们的记者 在外交部立会时 或者今天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 直接向主席台提问 问询胡锦涛为什么离场就是了 以前美英的记者没少在外交部立会上 用各种问题刁钻提问 赵立坚说的你们就偷真恶吧 这里的你们 就是说的现场提问的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们 之前外国记者就中国防疫 向赵立坚提出污蔑式的问题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咱们一起用证据了解真相 谢谢